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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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注意事項 本實驗呢我們在剪牙籤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如果剪得很大力它會飛出去 那這個時候呢要請小心 在剪的時候請找一個人比較少的地方剪 或者是呢使用剪的時候我們剪的口朝下 讓它朝桌子上噴 不會噴到其他同學 造成其他同學受傷 那我們一開始呢使用髮夾 然後把橡皮筋勾在髮夾最底部 好這一個動作呢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方便放進去 我們後面這個洞裡面 讓橡皮筋可以順利的穿過去 那如果呢你身邊沒有髮夾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回紋針 那我們要先把回紋針打開 然後這邊先把它拉平一點 好 拉好之後呢我們稍微看一下長度 長度跟我們的瓶子差不多大就好 那前面的這個勾勾的位置呢 我們稍微把它拉開一點點 那方便等一下我們把它勾出來 那我們先把橡皮筋 把它對這邊把它折好 折好呢我們放進這個稍微有比較大的洞 那你用你的指甲稍微把它壓進去 就可以了 那壓進去之後你會發現 你的手指頭不夠長 沒有辦法把這邊的橡皮筋拉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剛剛很簡單的方式 就做好了這個勾勾進去 把橡皮筋勾出來 那如果有不夠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像我剛剛看見我的角度不夠大 那我可以再把它角度拉大一點 那把它的頭的部分 橡皮筋頭的位置 圈圈的地方 然後把它勾出來 好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橡皮筋稍微往後推一點 然後把回文針先假裝它是竹籤的位置 讓它可以卡在我們的瓶口 讓橡皮筋不會彈回去 好接著呢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來操作 我們後面要放珠珠的地方了 當你的橡皮筋放進去之後 你的手指頭無法把橡皮筋拉出來 我們可以使用鑷子 那我們可以用鑷子呢 把裡面的橡皮筋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鑷子直接橫的卡在我們的瓶口的位置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繼續在另外一端操作放珠珠的動作 那我們一開始有量瓶口跟瓶底的長度 那我們說竹籤的長度要比養樂多的瓶口還要大 但是要小於瓶底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會怎麼樣滾呢 先試一下 有沒有看到它滾得很順 好如果呢我們要把牙籤弄得比瓶口大 那這樣會怎麼樣呢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可以觀察到它管的方法 就不會像這個樣子這麼的順 所以呢我們的牙籤才會取它的長度 要比較比瓶口還要大 但是要小於瓶底 我們 也會看到你 我還有一天 我記得要是蠅底的方法 要來試一下 要 acesso 要保持著 就要進步 你 封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